老闆他给我说过一次 他说 在你们面前说的 他说阿子你要不要给我回去过年 我有点尴尬 那时候我也没有说去 我也没有说不去 然后后面我奶奶 快到过年之后 我奶奶就生病了 这些我说的全部 这些都是家人们都知道的 你们知道都可以扣个一 然后我奶奶生病 我甚至以为 我觉得我回去安抚我奶奶 我小妈和我爸吵架嘛 所以我回去安抚我奶奶 阿福我奶奶 我以为我过节春节之前 我能回来 我能回来 但是我奶奶病得更严重 我回不来了 回不来 甚至我过节都是在一月过的 我过节都是在一月过的 我在一月过的 知道吗 摔个劲吗 你们知道的都可以扣个一 过节回来 我以为我个老板可以安安心心的 我把我奶奶送到了 很多粉丝都说 阿子你没有主见 你这次回来 肯定老板又要接你 怎么怎么样 我就压不下这口气说实话 我觉得我回去看 我奶奶是天机第一 我觉得 我觉得感情也很重要 爱人也很重要 但身边的亲戚也很重要 我觉得没有了我奶奶 就没有了我自己一样 很重要 我就回去看我奶奶 把我奶奶安断好了之后 我回到了乐山 我以为老板我们两个可以 可以逛上我们自己开开心心的生活了 到这个时候 老天爷就给我狠狠的一帮掌了 又给我狠狠的一帮掌了把我给打醒了 然后我爸爸又有一天给我发信心 他说 阿子啊 你年纪也不小了 他说我也不逼你相亲 我也不逼你结婚 他说 我给你妈妈离婚 我欠你很多 你从小到大都被欺负 被受委屈 怎么怎么样 我都看在眼里 他说你自己的幸福 你自己选择 他说 但是你不要避骗了 他说 如果可以的话 你带你男朋友 你老板 你男朋友 回来看看 跟亲戚家人们也聊聊天 聊聊看看亲戚朋友 把这个事情也 就是带来给家人们认识认识一下 他说这样的话 爸爸也就放心 他说也不用你担心 也不怕你没舍会了 也不怕亲戚朋友说你 也不怕隔壁邻居的说你 我爸爸 他这样说的 说实话 我爸爸就这样说 我爸爸意思也不是递婚 也不是结婚 然后我就跟老板提了这些 然后就 就变成 现在这个样子 现在这个样子 你们都知道吧 摔个紧吗 我把我的从头到尾 今天说了一遍 我也不知道 到底谁错了 谁对了 其实我们谁都没错 老板也没错 我也没错 阿伟哥也没错 老板是一个很好的人 阿伟哥也是一个很好的人 错呢 错在哪里 错在我自己 因为我没有文化 我没有 隔人家一样的家庭 我配不上别人 错就错在我自己 问题只能在自己身上找 不管哪一件事 都要反复的 在自己身上找问题 所以我觉得 错就错在我自己 我们没有怪任何人 老板是一个好老板 你们不要去挽抱他 因为老板他事业心很重 他脑子里面心里面 或者哪里都只有事业 只有赚钱的想法 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进行一些感情和一些什么 知道吗 所以你们不要去怪他 不要去怪他 正常 有些人会选择事业 有些会选择爱情 所以你们不要怪老板 老板是一个很好的人 所以很多人一直劝我 为老板着想 为老板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老板能给我一个门缝的话 为老板着想怎么怎么样 这些都不是问题 也不是什么事 甚至我都说过 我给我一个粉丝说过 我什么都可以听老板的 就像老板在直播就说的一样 我连我连一句话都不能说 那种 我是一个真的 我不善于表达的人 不善于表达的人 但是我觉得老板我们两个 没有缘分 我们两个的思想不一样 想法不一样 知道吗 摔个结吗 你们知道的扣个一 你们知道老板我们两个想法不一样 思想不一样的扣个一 好不好 我们两个想法完完全全不一样 知道吗 老板是先搞事业 搞四五年 三四年 两三年 再谈这些感情 但是我的话 我是一个女孩子 我觉得 什么这些都不重要 我觉得 我有一个喜欢我的人就足够了 知道吗 只有老板我们两个就想法不就不一样 所以就合不来了 所以就合不来了 知道吗 摔个结吗 只要我今天坐到那里 所以呢你们就不要劝老板 我们两个 怎样那样 我有想过 我给老板时间 两年三年 甚至四五年 我现在如果十七十八岁的话 我可以给 但是我已经二十五岁了 我九九年的 我已经二十五岁了 我觉得我等到那个时候 老板我们两个再说 如果不适合的话 我的青春 一个女孩子呢 有多少个青春 四十五岁 有多少个青春 我不是自私 我也不是什么 我这一次是为我自己着想了一下而已 只是为我自己着想了一下 那有些事情啊 长透还不如短透 想开了就好 想开了就好 知道吗 所以呢你们也不要去逼老板 不要去逼不喜欢做的事情 你们永远都记住这一句话 摔个尖吗 好吗 一个人去做不喜欢做的事情 老板我们两个合不来的话 现在逼你们说 说服了 又一起了 总有一天都会分开 知道吗 摔个尖吗 所以呢 这就是给老板的 也是一个解脱 给我的也是一个 还我自己 这个一个自由 知道吗 摔个尖吗 这是最好的选择 我们格局要发大一点 我们格局要发开一点 好吗 你们一直说老板的酒庄问上班 我知道老板会为展开着 我知道 老板不能不为我炸开着 老板不能不为我炸开着 但是你们要想一下 除非我不喜欢过老板 所以可以逼一只眼逼一只眼 我接受不了 我接受不了 我是他的女朋友 后面变成员工再大的 酒庄上班 真的 我不知道你们的想法是什么样子的 我真的接受不了 我觉得我看到 我见到老板了 我都会尴尬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所以你们也不要再去了 这只天呢 也让你们 担心 操心 甚至晚上睡不好觉 就像我一样 翻来覆去 很多叔叔阿姨 应该是这样子的 有叔叔阿姨 有多少叔叔阿姨是关系我 晚上睡不着睡不着觉的 扣个衣 所以我想这一次 我想活出我自我 回归我自己的思路 我自己的生活 我不想靠任何人 甚至很多叔叔阿姨 他们为我找工作 阿姨 你来这里 我已经给你找好工作了 我说 叔叔阿姨 不要担心我 我想这一次靠我自己 有多少叔叔阿姨支持 我自己靠自己的 扣个衣 我说 我想这一次 我要靠自己 因为我前面靠 靠这个靠那个 靠得我靠累了 我这次我想靠自己 摔个钱 知道吗 哪怕我找不到工作 我回去发牛发油 发牛发牛 找个楼村小伙子 嫁了我都认了 我都认了 以外外面的世界套路太深 我玩不动 但是我相信 我能在这座城市 能生活下去 我相信 有那么多叔叔阿姨 你会支持我吗 摔个节目 你们会支持我吗 我会活出自我 我会挣钱 还我爸妈 切得债 我会找回我爸妈的面子 目前我为了男人 把他们的面子 面子都丢关了 之后 以后 我会活出自我 我会找回我自己的自信 我会找回我爸妈的面子 好吗 叔叔阿姨个节好吗 所以呢 我们不要去谈一些 是没用的事情了 有些事情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 就像我一样 接受不了这是事实 我知道 但是叔叔阿姨个节目 有的事情 还是终究还是来了 我们就学会接受 学会往前走 好吗 就像你们开导我一样 我现在是在开导你们 我们要学会 接受 我们要去站在 每一个人的角度去想 站在老板的角度去想 站在我的角度去想 站在我们叔叔阿姨的角度去想 我们要换个角度去想 不要一直只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想 如果只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想的话 大家都可以乱来 对不对 大家都可以乱来 我也可以乱说话 我也可以乱做事情 但是我们要去站在老板的角度去想 但是我们要去站在老板的角度去想 好吗 摔个节目 所以呢 很多东西 不是老板 我们两个在一起了 就是最好的了 就是最开心的了 有可能很多东西 是老板 我们两个分开了 对老板也好 对我也好 老板也开心 我也开心 知道吗 叔叔阿姨个节目 你们懂了没有 所以我今天为什么 就是我的勇气 坐到这里 跟你们聊了那么多 从头到尾跟你们聊 那是因为 我很担心你们 真的 我这两天 忽来忽去的想 一边是你们担心 我睡不着的事情 一边是我该怎么办 这个事情 一边是 怎么去跟叔叔阿姨说 才不去骂老板 这些事情 毕竟怎么样 老板 在我心里面 他是 我不说了 你们也懂的 所以我不希望 你们去伤害他 哪怕我自己 你们来怪我 我都不希望 你们去怪他 知道吗 如果走不到一起的话 就像电视里面 演的一样 我做我爱的人幸福 我也很开心了 知道吗 我们要这样去想 我们要用这个角度去想 就像电视里面演的一样 我做我爱的人幸福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只要他开心 只要他喜欢 只要他想这样子 我也很开心 谢谢阳光 谢谢阳光哥哥 谢谢 知道吗 所以我又回归我的单身路了 帅个尖吗 今天在这里说了那么多事情 第一是不想让树树姨们担心 伤心难过 我知道很多树树姨他们很多 大部分都是把我当成你们的女儿 所以很关心我 很担心我 觉得不希望你们关心 担心 知道吗 我看到你们在树里面那么的担心 伤心 真的 这两点我让你们伤心 担心了 真的很抱歉 对不起 怪我一次两次的让你们伤心 一次两次的让你们伤心 你们就像我父母一样 一次两次的让你们伤心 让你们失望 我很抱歉 说说一个劲吗 你很抱歉 还有一个就是呢 希望你们不要去逼老板了 不要去逼老板 我刚刚说了 你们去逼一个人 去做不喜欢做的事情 是一种很反感的事情 知道吗 所以你们不要去逼他 不要去骂他 我会先就是那个 你们去怪他的话 我觉得这样我心里面也会不好做 知道吗 摔个姐吗 这回就是第二个事情 第三个事情呢 我给你们说 我会努力去找我自己的路 自己的自己的工作 我暂时不会相信爱情 也不会去谈感情了 不会了 有可能我会考虑相亲的 但是我不会去找一些 遇见的人了 因为我觉得我拥有的目不透 所以呢 摔个姐吗 嗯 你们就放心 我过每天 每天以后我就去找工作了 好吗 好不好 支持我的 扣个一 帅个姐吗 让我有一点勇气 好吗 好是吧 你们也不要提阿窗 也不要提阿尾 这些都不可能了 知道吗 这些都不可能了 就像老板说的一样 已经不可能了 我们都永远 记住 已经不可能了 谢谢玛丽阿姨 还有感谢我的玛丽阿姨 玛丽阿姨 真的是比我的亲人还要亲的一位阿姨 真的 她帮助我很多忙 甚至她在我奶奶生病的时候 她还给我发了一个五二礼 给我奶奶买水果吃 玛丽阿姨 这就是玛丽阿姨 摔个姐吗 所以呢 我们可以多多跟玛丽阿姨学习 真的 玛丽阿姨是一位很优秀的人 摔个姐吗 很多 我很多叔叔阿姨 粉丝都是我很优秀的阿姨 真的比我自己的亲人还要亲的 来 我们把玛丽阿姨优秀打在公平上 好不好 玛丽阿姨 应该很多粉丝都认识她 她是一位很优秀的人 讲话要干嘛都是很有道理 很有又很优秀的一位阿姨 我以后有去北极 我会去找玛丽阿姨你去玩的 对优秀对的 加油 谢谢 所以呢 你们要关系我的话 就让我赶快走出赶快去工作 好不好 开开心心的 好吗 没有缘分的人 永远走不到一起 哪怕 有的时候 必然 合在了一起 终究还是会分开 知道吗 优秀 对优秀 算了 谢谢你们 家人们 谢谢你们的支持 谢谢 然后我就下播了 哇 谢谢 我是谁送的小兔兔 谢谢 也不要给我送礼物 帅哥姐们 也不要给我送礼物 不要给送礼物 谢谢你们 这就是今天我跟你们说的一些 我心里话 从头到尾 我跟阿伟哥的一些 我跟老板的一些这些 我跟你们说的话 一些 所以呢终究没有谁对谁错 错只能在我身上 摔个节目 好吗 玛丽阿姨 优秀 对对 优秀 优秀 然后我就下播了 我就下播了 摔个节目 拜拜 这两天让你们 担心了 甚至我都没有看手机 都没有看手机 我真的 我也很 说实话 伤心吗 那肯定是会伤心的 但是呢 我今天 我想了很多 反复的想了很多 我想了很多 我觉得想开了就好 想开了就好 所以呢拜托你们不要去 去黑老板了 好吗 所以呢我挂了 我只有一点点要求 就是不要去黑老板了 你们黑他 就像黑我一样 我这里会那个 知道吗 拜拜 拜拜 照顾好自己身体 好的 你们也要照顾好自己身体 要不然你们没有 把你们自己照顾好身体的话 你们怎么保护我 对不对 拜拜 爱你们哦 好几天都没有 给你们比这个 比试了 就这个 爱你们哦 拜拜 不要为我担心 还有也不要误会 我去找阿超 就是 就是清清楚楚的 去问这个彩礼而已 拜拜